制作相关的视频跟大家分享更新 接下来呢还是来到今天的这个重头戏 也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一开始说错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新闻 或者说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样的一个独家报道呢 是解答了我过去20多天的一个疑虑 那么先说现在 那么这个中国的官方的发布会呢还在继续 那么我看到的是在北京时间的10月17日 那么10月17日是在盘中有一场发布会 那么请到的人包括城乡 这个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自然资源部 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等等的人 进行一个发布会 那么又是在盘中 这个就是市场正在运行的过程中 那么大家不少人认为 10月17日的这一场发布会呢 一定是一个利好的信息了 但是如果是说大家在回到20多天前 看中国的这一系列 这种刺激政策 一揽子刺激政策 那么可能会有一个最大的疑虑 到底是什么触发了924之后的 到现在的一整个所谓的一揽子的刺激政策 还是说在我们普通人看来 这些确实对于市场是一项一项的刺激的政策 强心针的一针一针的渣 但是可能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掉头 是他认识到了他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风险 对于他来说 这些都不能称之为刺激措施 而是去风险的措施 而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观点 正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提到的 现在习近平关于中国广泛刺激政策 转向的内幕的声音 那么其实过去两年多来 习近平一直是拒绝采取有利的措施 支撑经济 直到是不久前 9月底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接踵而至的 坏的消息 让他难以容忍 但是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 作者魏零玲女士认为 习近平这一次的政策转向是战术上的 而非是战略性的 那么接近决策过程的官员和政府顾问就说了 习近平其实他内心一直是希望救助 濒临崩溃负债累累的中国地方政府 并且重振股市 但是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不想偏离 他让国家主导中国转型为工业和技术强国的重点 这个这句话重点在后面 在习近平的心里 中国主导这个工业和技术强国 才是他心中一直没有动摇的一个坚定的一个 怎么说呢 定海神针也好 或者是说他坚持的观点 那么习近平这一次的短期目标 也并非是大规模的刺激需求 而是防止酝酿中的金融危机 即官方用语中的去风险化 从而帮助整体稳定经济并实现今年5%的增长目标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来看过去20多天的接连不断的发布会 接连不断的一揽子的这些刺激政策 那结果就是各界对即将推出的这些刺激措施的混合信息 让观察人士也好投资者也好 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情绪波动 市场最初是因为央行的降息和其他宽松政策受到了鼓舞 但随后又因为其他经济机构缺乏细节的新闻发布会 而感到失望 那这篇文章也说 投资者曾希望北京推出类似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但是北京将其描绘为逐步政策的组合 让投资者不知如何解读 上述的这些态度都意味着习近平的总体议程没有改变 而是继续引导国家资源 巩固中国的产业 抵御外部的威胁 也换成中国官方的术语就是 科技自给自足 等等等等 而来自中外经济学家 投资者在过去也是有广泛的呼吁 要将中国的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家庭消费 但是这样的呼吁 这样的声音是没有被习近平所采纳 而习近平对决策的一个集中控制 也是一再导致政策的突然变化 增加了北京经济政策的不透明性和不可预测性 这也被认为是 使投资中国的风险一直在增加 而不是一直在减少 那么可能大家还是觉得 这个9月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习近平突然决定 要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大型的刺激 那么这篇华尔街日报独家的文章也提到了 接近北京决策层的官员和顾问都表示 在9月是有不断的这个地方财政非常告急的状况 是接连不断的放上习近平的这个桌子 也就是说有这样接连不断的坏消息 不断涌进中南海 所以习近平在9月底可能才真正意识到 他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危机 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难 但是其实是我们如果看到的话 看到过往的这个新闻 看到过往的这个中国以官方的声音发出的信号 你会发现习近平其实是一种呈现出的战略定律 我自窥然不动 那么从2022年年底这个疫情的突然放松 一直到2024年的9月上旬 那么其实习近平仍然是按兵不动的一个状态 甚至我们可以再联想到国务院总理李强所说的 顾本培员的说法 在今年的6月底 习近平的这个亲自挑选的李强 才将中国的后疫情经济比作一名正在康复的病人 说要避免用猛药来支撑增长 这个当时的李强一句顾本培员 让中国的股市也是应声下跌 但是到了9月中旬情况不一样了 经济情况是明显恶化 真金白银的投票是 确实是让这个接近习近平的一些经济顾问 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而房地产的困境加剧也进一步打压了 本应经济前景暗淡而疲软的消费 再加上这个被修改过后的 这样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继续上升 而护身300指数也走向连续4年亏损的一个前景 那么根据这篇文章引述 接近北京决策层的官员和顾问的说法 关于中国各地流动性危机不断恶化的报告 是不断涌入北京的权力中心 尤其是这篇文章提到了 财务紧张的地方政府一直在为支付公务员工资 以及国有和私人承包商的款项而苦苦挣扎 一些地方政府的资金是严重短缺 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全面的危机 但这里这篇文章其实也提到了整篇文章最重要的一句话 任何重大的行动都必须由习近平拍板 而习近平直到最近都没有表现出对经济的太多担忧 而到了9月底这样的坏的消息 这种各类的报告已经是让习近平无法忽视 这才促使他采取了行动 我们就看到了924之后 以中国央行率先宣布降息等措施 以提振增长和股市而来的 接近20多天的这样的一个不停的发布会 不停的这样的一个以利好政策为核心的 所谓的一个刺激接连不断的出现 那么接近北京决策层的官员和顾问也说 这样以上的种种刺激和已经出台的措施 是反映了习近平希望振兴股票交易的愿望 那么在924之后央行的新闻发布会之后 中国内地和香港交易的股票确实是有立即上涨 而高盛和贝莱德等卧尔街公司也是上调了对中国股票的推荐 但是他们同时也警告 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的经济面临长期的挑战 中国官方这里也作为了一个传声筒或者是一个拉拉队 宣传中国的券商账户是开设量创了计入 但这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也提到一些投资者 面对着已经出现的种种政策和刺激 仍然是选择不采取行动 那么在习近平看来 可能以上的这些刺激措施都不能成为刺激措施 而是去风险化的举措 在这里北京被认为是借鉴了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做法 当时其实美国的政府美国当局是允许投资银行通过抵押资产获得流动性 在中国银行是始终可以通过银行间的市场借款保持流动性 但是这个市场对券商和保险公司来说是禁区 是之前不可以踏足的 但是新的呼唤工具是为这些非银行金融公司在危机时提供了 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流动性 那么根据这篇文章 中央政府也正在对一些负债严重的地方政府施加预算约束 作为其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一个交换条件 但是这个举措也显示出了北京对急需的财政纪律的尝试 也可能他做的这些种种的动作会导致这些地方的政府减少支出 或许会进一步加剧全国的通缩危机 以上种种如果说你要总结成一句话 那么在一些专业的金融人士看来就是中国距离经济真正复苏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担心 首先决策中心需要在国家支持的重点上做出大的转变 从制造业从工厂转向家庭 这篇文章非常长 我觉得也是像我之前说的解答了我心中的一些疑惑 为之前的20多天的这个中国924大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拼图 带来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片这个拼图 但是这篇文章是不是解答了924以来的所有的疑问 当然也是没有的 但是这篇长文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我是觉得是百分之百认同的 就是任何重大的行动都需要习近平亲自拍板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篇由魏玲玲女士带来的长文 不知道何敏先生怎么看 这是一篇非常好的这个报道 大家可以去前早 就是对最近的中国的一系列的 这一种刺激措施的某一些政策的这个来源 那我们呢是尽可能的 跟大家提供国际媒体 美国为主 也当然包括英国日本 这个一些媒体 欧洲一些媒体的一些 对这个中国的这一次刺激措施的这个报道 我们非常敏感 昨天就找到了这个经济学人 这样一个报道 经济学人非常直接 现在为什么是不能仍然要投资 中国的这样一个股市 现在不能投资 举了一些理由 大家可以在今日华尔街里面看到 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昨天也制作了一个节目 在今日华尔街 讲的就是习近平和周首不是傻子 他们知道要进行一场变革 风险非常之大 所以他们实际上还是在拒绝这种变革 说中国现在掉入了自己设置的这个陷阱 那魏林玲女士 今天的这个报道和刚才所描述的这些情况 讲的这些几家媒体 其实大体上是差不多的一个西方的一个代表主流的 今天的中国的这个股市这一系列刺激措施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信息这个来源 我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最近几天 中国的股市出现了某一些迟疑 比如说前天涨了2%上升指数 昨天又跌了更多一些 2%上升指数 我们具体看这个数字 应该是是不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前天 这个是有它的一些这个国际背景 国际背景就是这个联储会 能不能降息 或者是降息多少 最近几天又突然成为 美国的投资界开始议论的一个话题 原来认为啊 理所当然 这个要继续降息 现在看起来美国的这个经济数据 也是彼此有矛盾的地方 这个呢增加了这个困惑性 你哪怕是现在 今天是应该一些公司公布这个财报嘛 不管是这个之前我看来说是不错 不管是不错还是有问题 对这个股市本身来讲 未必一定是好的刺激作用 因为在这个时候 大家会形成一种 彼此喘彻的一种市场情绪 所以有时候你 你一个公司啊 财报很好 但是呢 它的股市未必很好 它有时候是达不到它的预期 有时候是一种彼此心理的 投资者的一种喘彻 我怀疑这个市场是这么一种情绪 那市场的方向往这个方向走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企业家 中国的投资者 对现在的一系列刺激的措施的效果 是有所迟疑 中国的股市经过了一个疯狂的一周之后 进入了一个正当不安的一周 然后现在开始进入了叫我把它理解 我把它解释成为叫 或者是我把它定义成为叫迟疑 就大家有分歧了 有的人开始看好 有的人觉得人人没有希望 有的人还是在犹豫欲中间 这就是看未来这些天哪一种力量 可以占上风 如果认为习近平只是一时的素质不好 要采取这种紧急的刺激措施 那你中国的股市 不仅是中国的股市 中国的经济 都有长久之用 而且对习近平的权威 对习近平的权力 对习近平的未来的时政 都会有极大极大的负面性的作用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 不管你是有没有投资在中国的股市 如果你要关心中国的政治走向 或者是未来的前景 最近一段时间股市的这种变化 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指标 我们平时没有太多指标 有时候听一些经济学家讲一讲 觉得讲得有道理 但是经济学家有几个讲经济没有道理的 他都有专业的知识 但是只有真正的 有领悟力的诚实的经济学家都知道 任何一个事情 一百个经济学家可以跟你解释一百二十个 一个道理出来 也就是说 有些事情 经济学家也是一个观察的角度 哪怕他有素质 他有智慧 他有专业性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一次的情况 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也不是一个企业家 一个企业家他可能 处境很好 他讲的话不一样 如果处境很差 他讲的话又不一样 消费者也是一样的 有消费能力 和没有消费能力 和消费比较紧张 他对一个事情的看法 他都会呈现不同的看法 但是股市呢 能够增和地反映这种情绪 和这种政策的效率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股票是成为 关注今天中国经济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这两天已经是进入了星期二 中国现在马上进入星期三 大家可以不断地去关注它 在我看起来呢 最近的国际环境又有一点点不利 就是跟联续会有关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自建的流动的问题 另外就是非常广泛的 这个政策的迟疑和麻木 或者是当刺激被蜂牛被打死之后 要重新激活 我们蓝部长也不可能一下子又全部 让大家重新康复起来 那我觉得呢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中国是不是一个资本市场建立的开始 还只是说呢 急于地想为今年的GDP5%的奋斗 我是觉得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紧急的这种 紧急的数据显示出了它的急迫性 但是美国的联续会的这种降息 增加了一个货币流动的这样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 不仅是中国的这个市场 新兴市场都有了这个机会 这就是美国霸权的 金融霸权的力量 各个国家想办法挣扎 也很难逃脱出来 这个尤其中国 即算是没有美元挂高 但是这个作用还非常之大 但是从长远来讲 也许是几个月 也许是需要几年 在我看起来至少是要几年嘛 但是几个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显示 那就是资本市场必须建立 不管你是短期利益也好 短期的目标也好 长期也好 没有资本市场 哪怕你最有国家力量 你永远不可能只是通过财政部 或者是税务局 来实行你习近平的这种杠杆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生态 所以这个生态的建立是必然的 只是说这个生态的建立是不是符合美国的标准 是不是是美国这种做法 那都不尽然 它确实有中国的某一些特定的特定在这个里面 但是基本的一些规范和标准 它比较符合大家所认可的这些东西 而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好 股票市场来讲是有很大的缺失的 无论是上市公司 你看看大家明明是要放这么大的 这个货币力量 财政力量来支撑这个股市 那你这些上市公司 就觉得 哎呀这是我套利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听说很多就出现了很大量的减持 那你这些上市公司自己都没有信心 你怎么样散布有信心呢 对不对 另外是对这个这些年 2015年之前 或者是这些年来 这么多的红二代 这么多的太子党 这么多的权费在股市里面 这个交易 到现在为止公布的还是远远不够 之前的这方面的一些领导人 被拘救的还不够 虽然抓了一些什么什么副主席啊 副行长啊 远远不够 你真正这些案件的呈现 才会产生这个威胁的力量 你像美国这样一个成熟的一个国家 在资本市场里面都经常出现问题 经常出现问题 就是这个监管 你真的是不能停 你看看当年 这个华尔街的这个 这个导金斯的这个主席 对吧 不是导金斯 这个拉斯达克的这个主席 他实际的这个案子 我很强行看了 你就可以发现 那个监管之荒妙 对吧 所谓延迟 那中国在这方面可能就更加厉害 因为他有更多的这个黑箱作业 造成更多的这个问题 当然中国的这个股民的结构 它太危险 就是内心资本不够 基金进入的太少 这个使这个底盘的力量不够牢固 这都是很多很多因素 从监管到这个 到这个上述公司的品质 到这个股民结构 投资人结构都是一些问题 所以我就说 中国的这一次的金银的这个变改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是一个以年来为计算的 不是以日 也不是以州 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讲 他每一天都涉及到他的 这个营收的问题 他的收入还是亏损的问题 所以他会非常紧张非常敏感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博弈 几年之后 或者几个月之后 也许我们就会印证这个华尔街日报 经济衰人 这些实际上非常权威的媒体 他们的判断 他们的信息的这个可信度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的细致性 冲突性 也考虑到很多人的 这种认知的这个挑战 甚至也影响到你的这个财富 好 感谢和平先生 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个补充 依然是要感谢今天给我们打赏的观众 感谢麦团 感谢甜点